大家好,我是Ann 所以今天呢,我就用影片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 就是这个糖尿病 特别是针对于马来西亚的第二型糖尿病高达95%的人 都是患有第二型糖尿病 所以在这边呢,我用影片的方式 然后用图案的方式 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首先呢,在这堂课这个影片开始之前呢 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其实是做了不少的功课 这个功课呢,做了差不多有两个星期 然后其中呢,包括了我参考了非常多的论文 然后呢,还有呢,我一些大学时候用的课本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平常买的一些书,书记 基础营养学啊,等等 然后,特别推荐大家 这本书是非常好的脂肪尿病 有救命圣经 它把我们的语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呢,最主要的就是呢 今天呢,有特别 针对糖尿病的药 就比如说 Metformin啊,Gaikazak啊,Dimicron啊,还有Insulin 这一些药,它们的药物的原理机制 这就是,我特别是买了这一个大学课本的那一个书 叫内科学哦,这本书就是我们的textbook of medicine 所以呢,这一本书呢,它有非常清楚的解释 这一系列的糖尿病的药,在我们的身体是怎么样作用的 当然,其实呢,我所参考的书其实并不是这一些 还有一些书就是叫做病理学啊 特别是有一本书哦,我读了差不多有8次啊 那一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别让不懂营养学的医生害人 这本书我特别的推荐大家去读哦 先给大家知道,我们的血糖是怎样来的 像我刚才我的video有讲过这样子 血糖呢,我们先从我们吃开始 就比如说,米饭类啊,面类啊,面包啊之类的 这些高淀粉的东西呢 经过我们的胃消化之后 来到我们的十二指肠 经由我们的小肠吸收 这些小肠一旦吸收了之后呢 它们就会进入我们的血里面 变成血糖 什么是血糖 血糖的意思就是说,血里面有糖 所以在这边呢,这个是我们的血管 然后呢,我们的血管呢,这边一粒一粒的 这个就是血糖 那么呢,给大家知道一下 我们的身体哦,人最简单的结构是什么东西 人最简单的结构呢,就是细胞组成哦 细胞就变成组织,变成器官 然后再变成我们的人体这样子组成的呢 所以呢,人最简单的结构 我重复多一次,就是细胞 那么,人基本上呢 是由多少的细胞组成的呢 给大家知道一下,这差不多是在40万亿 到60万亿的细胞所组成的 所以呢,这一些血糖呢 这个糖分呢,它就会负责送给我们全身的 这个每一颗细胞作为一个能量的来源 所以呢,糖不是说不好 糖这个东西呢,对我们的身体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它就是给我们的身体提供能量 促进新陈代谢等等 特别是我们的脑部 我们的脑部呢,需要糖分 作为新陈代谢的营养来源哦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些血糖 一路上被送到我们的细胞 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 然后呢,我们的细胞 它不可能这样子马上进去我们的细胞里面 这个是不可能的 它要有一个机制的哦 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的细胞呢,表面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 Glucose Transporter 就是这个 就是帮助把糖分带进我们的细胞里面 它是有很多的哦 就是差不多有四五个啊 很多个啦,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这一些呢 Glucose Transporter 意思是说 它就是把糖分 经由这个管道进去里面的 一定要有这个机制 如果没有的话 就是说 它是周围的堵住什么东西呢 可以随便进到我们的细胞里面 这个是不可能的啦 所以呢,我们会有这个机制 这个糖分呢 要透过这个Glucose Transporter 送进我们的细胞里面 然后呢,给大家好比方一下 这个东西呢 我们可以好比,是它的门 它的门呢 然后,胰岛树的存在 我们一直听到有胰岛树吗 胰岛树吗 胰岛树是什么东西 胰岛树呢 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锁石 一个是门 一个是锁石啦 钥匙在这边 OK 它就是负责开关 这个胰岛树呢 它的存在呢 就是帮忙把这个 一个 不过Transporter的这个门给打开 让我们的这个细胞 能吸收我们的糖分 从而把我们身体的糖分给下降 这个是我们的胰岛树的工作 像我刚才所在我的上一课 slag所说的 这样子 你去找医生的话 医生验你 他就会判断你 你是属于第一型糖尿病 或者是属于第二型糖尿病 什么是第一型 什么是第二型 第一型糖尿病呢 像刚才我再重复多一次 第一型糖尿病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妈妈把那个孩子生下来 孩子到了6岁啊 到了12岁 你看到天上没有胰岛树的 这个就是没有办法要依赖药物 要依赖我们的这个胰岛树 打折的那种 但是这个呢 是占非常小数的 因为呢 所有糖尿病患者里面 第一型糖尿病呢 占了差不多5%到15%了 就是根据不同的国家规定 然后呢 问题就出在大部分的糖尿病的患者里面 有超过呢 差不多85%到95%都是属于第二型糖尿病 什么是第二型糖尿病 第二型糖尿病 我就用这一个来给你们解释 第二型糖尿病呢 意思是说 我们的爸妈把孩子生下来 孩子呢 他是有胰岛树的 但是呢 我们随着年龄的征兆 我们随便吃随便喝 乱吃乱喝 导致什么东西 导致到我们身体的细胞太肮脏 身体的细胞太肮脏 肮脏到不能拿胰岛树来工作 这一个呢 就是属于第二型糖尿病 所以在这边给你们看 身体的细胞是怎么样的肮脏 我们这边呢 该给你们看了吗 这一层表面呢 其实呢 50%到85%呢 是由我们的油 胆固醇组成的 油跟胆固醇组成的 但是呢 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就很喜欢吃那个 油啊 奥表油啊 我不要讲得很清楚啦 就是我们的 AFC啊 McNornell啊 这种东西啊 这一类型呢 坏油的食物呢 特别是快餐啊 等等之类的啊 炒锅条啊 这一些坏油呢 久而久之呢 它就会 阻挡 把这一边呢 因为它是用油做成的嘛 这边都是一层润滑的油 所以呢 它就会阻挡我们的这一个开关 然后呢 慢慢呢 把我们的 当然不是全部啦 全部整个细胞 就坏死了 它就会阻挡哪一边了 这个我就不讲了 所以我们吃 那个日积月累所吃的 这一些不好的油呢 它们就会 挡住 让我们的这个细胞呢 表面呢 会越来越肮脏 给大家知道一下啊 还有我们吃的那些啊 罐头食品啊 这一些东西呢 因为有一些食品的添加剂等等 啊这边 给大家知道 这边全部都是细胞来的啊 所以呢 这些 肮脏呢 这些食品的添加剂啊 啊 重金属啊等等呢 它们就会 在我们这边 周围 显得非常的浓浓 你们想象一下啦 想象一下 哪一大盆的水里面 啊 里面有鱼嘛 对不对 然后鱼的周围这边 环境这么肮脏 请问那个鱼还要这样生存啊 就是差不多是一样的道理 特别是呢 我们细胞这边呢 它是用油做成的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如果你给它是不好的油的话呢 这边它们就会被阻挡 啊 我们的这个细胞就会被阻挡 我们的这个细胞就会被阻挡 久而久之 能用的 这一个 呃 解不到 这个就是它的问题所在 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看一下啊 基本上啊 马来西亚 如果你患到了 你有糖尿病的话 马来西亚医生 给你的药呢 来来出去就是那几种的了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Metformin 我们就是解M 然后第二个呢 叫做Glycazate Glycazate 或者叫Dymicon 然后呢 最后一个呢就是insulin 就是打针的那一种啊 所以呢 现在在这边呢 基本上呢 我们就可以 用药物来判断 判断呢 你的这个 糖尿病的病情 严重到什么地步 所以呢 Metformin呢 这个药领 其实是什么样 是什么形成的呢 一开始初期 血糖过高 有糖尿病的患者呢 医生呢 基本上都会配 这个Metformin的药物 500MG 850MG 1000MG 随着时间慢慢的增长 然后来给我们 给那些糖尿病患者的啦 然后 这个Metformin呢 它是怎么样 一个药理机制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有说过了 我们的身体呢 那个绒毛啊 就是我们的小肠 小肠呢 是负责把这个糖吸收 然后收入我们的血管 Metformin的药理机制呢 就是 它把我们的这个小肠 这个就是我们的小肠 这个绒毛 它跟它block掉 它是 进去里面 是阻止小肠吸收糖 没有了 但是呢 那我跟大家所说的 既然 你去 用完这个药理的时候 我们打开身体的细胞 那么 剩下的那些肮脏的油呢 我们要怎样去 去 处理掉它 因为刚才 有几个 颐导 它已经坏掉了嘛 这些呢 重金属啊 什么东西呢 基本上呢 它们都还处理不到了 Metformin的药理机制就是在这里 就是帮助把这个小肠 不要让它吸收糖 再来第二点 第二点 这个Metformin呢 它还有另外一个工作 它的另外一个工作呢 就是阻止我们的肝去制造糖 所以呢 久而久之我们的肝会变成怎样 这个你们就自己去判断 这个我就不能说很多 所以呢 Metformin两个机制 但是它的副作用是什么东西呢 有些人 因为有吃过Metformin的药物的人都会知道 可能你会有大便水水啊 放屁比较多啊 肌肉酸痛啊 因为我们的肝脏的问题 把我们的肝脏周围的那个糖 所以呢 基本上呢 会有这几个 那种副作用啊 它副作用有很大 比起其他的药物 那么日积月呢 随着时间慢慢的增长 然后我们就是 一样的 你这些地方啊 你不管是雕还是不自分的 所以慢慢的你的这个糖尿病药物呢 只会越来越增加 那么医生呢 就是开到最高 直到一千年啦 他不能再开一顿高了 然后 如果你的血糖还是一直在高啊 10多 还是10多 左右的话呢 慢慢的医生呢 他就要加第二部的药物给你 当然第一的 你还是要去吃 第一人去吃 但是呢 随着你的糖尿病 你的那个血糖呢 控制不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会加第二种药物 第二种药物呢 它就是比较强 它很快见效的 你只要 吃一粒 小小颗 30Mg 进到你的身体呢 哇 马上你的血糖 十度下到四啊 左右了 第二个呢 就叫做所谓的Glykazate 或者呢 是叫那个Diamyakona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参考一下你们的药物的名字 大概就是这一个机制 所以呢 这个Glykazate呢 它是如何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可以帮助我们把这个血糖给降下来的呢 这个呢 轻微的30Mg 60Mg 80Mg 它就是非常非常的见效的 它是如何的见效呢 这个就要从我们身体里面一个器官 叫做胰胀开始降起来 胰胀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 一块一块这样子 然后这个胰胀呢 我们把它放在显微镜下面看的话 这个胰胀呢 可以看到有一块一块这种小小的细绑 目前呢 科学家啊 这是科学家找到的 这一个细胞呢 已知给它一个命名 叫做Beta细胞 Beta细胞啊 所以呢 Beta细胞的工作 就是帮助把这个胰岛素给分泌出来 它的工作就是这样子 然后Glykazate的机制是什么东西 Glykazate呢 它是负责进到我们的这个胰胀里面 它就像那个 这个拿那个编纸哦 编那个人家的作工癌 就是叫 这个Glykazate细胞进去里面 就是编这个Beta细胞 然后让这个Beta细胞 分泌更多的这个胰岛素出来 所以呢 这个就是Glykazate的机制 但是呢 久而久之 你们自己去想一下哦 因为呢 如果我打一个比方啊 一只母鸡一天只能下1例蛋 你现在用这个药 让一只母鸡一天下4例蛋 这个母鸡它的蛋是不是会用完 它的子蛋它会用完 慢慢的 然后久而久之呢 它就会反抗我们的这个子 所以你慢慢一直要加药 加那个药物的用量哦 然后再来呢 还有另外一个它的副作用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胰胀 它在分泌胰岛素的同时呢 它还会分泌两种东西啊 一个叫做两种的那个蛋白质 一个呢 叫做Peptide C 然后另外一个呢 叫做那个Amylin 这个Amylin呢 它分泌出来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很好的被消化的话 它就会形成Amyloid Amyloid啊 就是纤维化哦 它会让我们的胰脏呢 慢慢的纤维化 这个就是它的副作用啦 所以呢 这个就是胰脂的 随着这个糖尿病的这个 慢慢的日积月累 然后呢 我们就会慢慢的增加 我们的这个药物的这个分量 然后最后呢 医生发现到呢 加到80MG呢 血糖呢 也是在不能下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只能进最后一个阶段 叫做insulin 就是直接打胰岛素的 insulin就是胰岛素的 就是最简单明了的打进去 可是基本上呢 我们不要每天都挨针呢 所以基本上慢慢的都是从药物先 那个慢慢metforming glyco 再慢慢开始服用到最后的阶段 真的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采用那个枕打下去的那一个机制 然后 大家可以发现得到 这一个 一个是负责制造胰岛素 一个是阻止我们的肝脏制造糖 还有阻止我们的小肠呢 去吸收糖的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东西 这些药物呢 基本上是属于 治标不治本的 为什么呢 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这样子 好 刚才我说 如何我们要去 治标又治本呢 你们来看一下啊 刚才就好像我所说的这样子 我们的身体的细胞本身呢 都有 40万亿到60万亿的这个细胞呢 都是有这一个 葡萄糖素溶体的 然后呢 这一边呢 外面呢就是有这个 一个叫做 insulin receptor的地方 就是 一个是门 一个是锁石 一个是门 一个是锁石 然后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胰岛素 胰岛素呢 它就好像这个树融体这样子 它来到我们的这个 insulin receptor这一边 就负责帮忙 把这个锁给打开 打开了之后 我们的这个血糖 它就能进去里面 来作为这个新陈代谢 就整个我们的血糖就容易吸收 血糖呢 就会下降 但是问题就出在哪里呢 因为这边呢 表面都是一层墨 这些都是墨 这一个墨呢 50%到85% 都是用什么东西做成的 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 只把油做成的 所以说呢 呃 我们这边呢 如果你给它的是不好的油的话呢 这边 50%到85% 都是用油脂做成的 所以这边 我们要make sure 我们就是 用的都是好的油 好的油呢 让我们这边 周围它不会阻塞 所以我们的素容体 每一个 就会恢复健康 就会好好的帮我们工作 再来第二点呢 我们的细胞周围呢 都有一个叫做细胞兼液 也就是这个细胞的液体啊 就比如说 大家去吃那个很出名的 这个Aaron Cortisol 那种肋固醇之类的啊 涂在皮肤这一些 它们的副作用是什么东西 这一些东西呢 肋固醇之类的药物呢 它就会让身体成酸性 在这边 让这边周围是酸性 或者是 我们吃那些罐头啊 零食啊 这一些 拥有大量食品添加剂的食物呢 就会让周围 我们的细胞的水的周围 就会产生浑浊 所以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喝好的水 就比如说 我们喝水的同时呢 我们可以加我们的产品 叫做那个AquaX啊 AquaX呢 就是 把我们这个 周围的这个水分 它给flush掉了 所以在这边呢 就会恢复 我们细胞周围的健康 再来 我们就加我们的这个 好油 好油呢 它可以组成一个健康的细胞末 让我们的细胞不会阻塞 不会肮脏 所以呢 在今天 我的这个简单讲解就是到这里 谢谢大家